简安相公所为了提升社区发展协会服务品局和创新能力 自求举办了乡内的113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件 今年有8个社区参加评件 每个社区别具特色 简安相公所113年度社区发展工作评件 由乡长游淑珍担任召集人 邀请到东华大学 慈禧大学 还有牛林社区发展协会代表担任评审 对于今年参加评件的8个社区做全方位的考评 感谢200多位的社区发展协会志工 共同的在18个村别里面 跟我们承担起社区服务老大人 跟所有业务推展的工作 今天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评件的一个日子 看到了8个社区来做自己的检核 来参与专业委员的一个评件工作 有别于过去的参与度 在我们今天的平和之后 也要带来第一名参与全线的比赛 吉安乡也荣获了近几年来的 花莲县社区评件的第一名 甚至于是双奖的一个重要的成绩跟认同 我相信这是一份认同感 更是一份鼓励 让我们到位的承载起社区服务 来做好每一个乡亲需求 跟社区营造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每一个社区都精彩呈现出推展成果 不论是在人文 休闲 观光 产业 社福关怀等 都有令人感动的表现 最终成绩出炉 前三面分别是南昌 甘城 人和社区发展协会 而其他包括了吉安 光华 南华 福兴和庆丰 发展协会都列为优等 其中南昌社区获得全乡第一名 也将代表吉安乡参加全线社区工作评件 介统会吉安乡报导